失落,沉沦之后,和十几个男人的过往,前言,游箱里,小云的信写得很混乱,而且充满了绝望,像一个看不到生命希望的人,在信里他说他才二十四岁,我不明白,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为何会有这样灰暗与绝望的思想? 他来找我的那一天,天很冷,下着小雨,他很年轻,长得也还漂亮,可他整个脸是枯黄灰暗的,没有青春的光泽,也没有少女的亮丽,更没有一点年轻蓬勃的朝气,坐在彼岸咖啡馆的角落,听着他的故事,我只觉得浑身发冷,他一点也没必记得告诉我,在二十四年的生命里,他跟十几个男人上过床, 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钱,只是,他需要呵护,需要慰藉,他的生命太孤独,感觉不到一点关怀和温暖,只不过,他的放纵,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而是让他在更多的失落里,痛不运生 一,1997年,我出生在湖南绍阳农村,初中毕业后,我进了中山,当时哥哥在广州打工,他和父亲一人出一半全费,可是后来哥哥结了婚,就对爸爸说,让我不要读书啊,到广州来打工,不万般不远,但是无奈,爸爸说,他只有哥哥一个儿子,将来要靠哥哥养老, 所以只能请哥哥的,听了爸爸的话,我深感做一个女人的悲哀,只好离开了学校,2015年,我18岁,哥哥在深圳福田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每个月只有不到两千元钱,还不包持住,工资低,又要上夜班,在深圳,我十分孤独,没有朋友,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他,他比我大两岁,很关心我照顾我,我就和他在一起了,现在想起来,我爱他吗,我甚至不知道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因为太孤单,需要一个人陪伴,就跟了他,他是我的初恋,我们两个都是连维持生气都艰难的打工的,爱情对我们来说就更奢侈了,过了没多久,哥哥在东莞给我找了份工作, 我就去了东莞,逢休息日,我回到深圳看看他,想不到一不小心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听到这个消息很害怕,说不能要,那段日子,我像僵尸般的生活着,没有思想,没有灵魂,只觉得刻骨的孤单和绝望,孩子没了,我对这个男人也死了心,慢慢变断了,痛苦的处愿让我变得麻木而放纵,我觉得连孩子都没了, 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好像都已经无所谓,亲情,爱情,对我来说都十分冷漠,出来打工时,哥哥说,他会帮我介绍个好工作,可是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工资,还要不断加班,他也不管,我打电话跟家里说了,爸爸打电话说了他,哥哥就很不高兴, 当时他和嫂子的姐夫合伙开了一间工厂,嫂子的姐夫是大股东,哥哥是小股东,他听了爸爸的话,就叫我到这间厂做护管员,过到了这间厂之后,哥哥对我很不好,有时晚上来到我的宿舍,他就会对我说,你吃了饭没有,要吃饱一点, 免得又打电话回家告我的状,说我不给你饱饭吃,自己的亲哥哥都说这样的话,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觉得生命中没有一点快乐和幸福,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会想,让我明天上街就被蛇撞死吧,死了,就不用痛苦了。 二,就这样我在这间厂里干了下去,把所有的痛苦和绝望放在心里,孤独和失落让我变得偏激,也让我渴望温馨的关怀,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当我的男上次向我表示好感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有老婆,也清楚我和他是没有将来的,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中,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平时很照顾我, 跟我说很多甜言蜜语,他说他和老婆的关系很差,他老婆不理解他,他很孤独,同样孤独地我听了这些话,改同身受,身不由己地和他发生了关系,我们的关系没过多久,就被我嫂子发现了,嫂子在床里负责财物,也算是我的上司,他发现后大发雷霆,我当时还不明白,冥冥之规的是我,他那么生气干什么? 平时他都很少关心我的,想不到不久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男人和我嫂子一直有私情,公司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为我买着我和哥哥,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但自从他们发现,我知道了他们的私情后,他们就联合起来逼着我离开工厂, 他们说我干活不认真,上班玩手机,处处教乱我,给我穿小鞋,别等我实在做不下去,只好辞职走人,我回到深圳,便接到嫂子的姐夫的电话,他也是厂子店老板,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走了,说连世晓不到人替我,希望我能回去,接着哥哥也打电话来劝我, 还把爸爸爸搬了出来,正好我那时也没找到新工作,于是便重新回到了厂里,本来我以为只要我好好工作,不再和他们两个有牵连,他们就会放过我,谁知我回到厂里后,他们两个还是故意派进我,便本加厉的欺负我,我一气之下,逃去那个男人家里,把我们的事跟他老婆说了,正说着,他回来了, 我们大吵了一架,哥哥听说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大骂了一顿,我气饭不过,就把那个男人和嫂子的事告诉了哥哥,哥哥找人把那个男人痛打了一顿,可是哥哥因为只是厂里的小股东,还要靠嫂子的姐夫挣钱,他竟然把利益看得比心情财重,反而劝我忘记获取,不要再提这件事,痛苦和失望之急,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工厂, 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对我说,一定要找个有钱条件好的男人,这样将来才不会吃苦受累,可是我对婚姻对爱情完全失望,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是真心对我的,一次在酒吧认识了一个贵人男人,是做点气生意的,他对我挺好,常约我出去吃饭, 后来他带我去开罚发生了关系,生命中已经没有值得让我珍惜的东西,我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报复心理,我也知道这些男人并不会甘心对我,就像那个贵人男人,他睡了我几次后就没了踪影 三,但是,放纵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开心,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渴望一份正常的感情生活,渴望遇到一个真正对我好的男人 2017年,我换了一份房地产中介的工作,搬了家,和一个女同事一起租房子住,那个女孩有个来往密切的男朋友,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有老婆的,我的同事只是他的情妇 一天,女同事叫我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从去的还有一个叫关伟的中年人,见了一次面后,关伟就打电话约我吃饭,我生日时还给我帮红包 我也知道他有老婆,还有一儿一女,可当他提出带我去开房时,我却没有拒绝,因为我的内心太渴望有人给我一点温情 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关心我的,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和我结婚的人,就让我很心动 但是我的女同事,却极力劝我跟关伟在一起,他说关伟有钱,起码你和他在一起,不会在经济上吃亏 想想也是,这些年来,我和许多男人有过关系,我从没用过男人的钱 相反,他们还常常问我借钱,听了女同事的劝告,我一咬牙断了和网友的来往,专心做关伟的情妇 我天真的以为,他会一直照顾我,对我好,可是想不到,有一天,他很明确地跟我说,他不可能和我在一起很久 因为他随时会移民,如果我玩不起这个游戏,就不要玩 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我从来没跟他要过什么名分,我觉得只要他对我好就行了 没想到,他很快就移民去了加拿大,连走前只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而已 当时我正走在大街上,一下子泪流满面,几乎倒下去 当天晚上,我出去吃饭,喝了很多酒,我真想就这样醉死,不要再醒过来,我能怎么办 既是自我摧残,或者那种不被重视的情感生活,还是好好找一个人过日子 如今,我都不敢再谈恋爱,因为我怕伤害了对方,我认识的男人,不是有老婆,就是有女朋友 他们只把我当成生活的调剂品,不关心我,不重视我,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说一些甜言蜜语 给我一些温存,然后无影无踪,我害怕这种感情,却又渴望这种温存 虽然我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只要他们能给我关怀和温暖,我依然会感动 我的父母一直不知道我的生活状态,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纯洁的女孩 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我的未来 我好像已经不知道什么事来,什么事情,我形式怎么肉扮地活着 没有未来,也没有像爱情安放的归所 我该怎么办,编后记,生而为人,世事夺奸 如果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温暖,是否是沉沦的理由 如果初初恋爱时,与人不淑,是否是自暴自弃的理由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在世事浮沉中,保持自己的真和善,是需要消炼一生的命题 愿我们在受伤之后更加清醒 看到真情的可贵,自省,自爱,珍重自己 以珍惜身边人,翠翠生生,中年美少女硬梅 先去尹川,出版两个人的江湖 我们忘了,爱在婚前等书 新书,美好的人,都不会孤独终老 把平凡的日子播得像是一样新鲜上市 各大网站和书店均有销售 其他文字惨见报纸及杂志 情感爱,翠翠生生 爱帝娱乐backwave2015 欢迎搜索关注新浪微博 翠翠生生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